今日的ET各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汇控 汇控过去三年持续增加派息 去年起恢复每季派息 全年合共派息每股是0.61美元 按年增加91% 派息比率大约是5.3 汇丰表示2023与2024年派息比率大约是50% 彭博综合圈商的预测 汇控2024年盈利按年增长15% 意味今年全年有望派息每股0.7美元 按汇丰昨天收市价61.75計算 2024年预测股息率可以达到8.9厘 按彭博的预测更加有希望接近10厘 本地及国际银行股当中 汇丰的股息率是最高的 同部分内银相近 阶级风险因素及席博率 绝对是南丑当中高息股首选 汇丰上星期升穿去年8月以来的下降轨 后市破顶的机会高 可以靠60元水平吸纳 上网大行级的平均目标价大约是74元 跌穿55元便适宜选前 台湾 跌穿55元便适宿 蹨好的 石垢 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